金山区清水农地现在有多片的牡丹莲盛开 粉色的花朵搭配鲜绿的莲叶画面是相当美丽 还有牡丹莲可以入茶莲子还可以食用 当地的农友采用友善耕作 让游客将牡丹莲带回 不论是欣赏还是品尝都相当安心 每到夏季的到来就是金山区牡丹莲盛开的日子 在清水农地以及清水路旁 就可以见到大片粉色牡丹莲在莲叶上绽放 而牡丹莲可不是只供观赏 晒干了的花朵还可以入茶莲子还可以食用 可以说是一花多用相当具有经济价值 五月就开始生长慢慢生长 到八月八月中秋 现在算是盛开吗 现在是盛开了 可以盛开了 它都再半个半个月更好 莲花有采荡的花瓣加去晒 再煮莲花茶莲花洞 那个花可以买回去观赏 观赏差不多三天它就会卸掉 花瓣可以收成起来煮茶喝 就这样 对啊 还有采莲子啊 牡丹莲最为盛开的时辰其实是清晨一大早 重办的花瓣中还带有露水绽放最为动人 到了中午莲花就会慢慢闭合 不过实际来到清水农地的现场 虽然是日证当中依旧不解民众的赏花心智 连田边占满了满满的赏花客 我也是从台北来可是我们是经商人 真的喔 对 每天都会回来这样看这个 会会会 怎么说 每次都是这个季节 特地来回来照 对啊 当然啊 这么美的地方 对啊 我们经商最美了 买了三朵莲花 含苹的 回去会很漂亮 开花的话会很漂亮 特地从哪里过来 基隆 从基隆啊 对啊 每年都会来看吗 哎 几乎 几乎啊 对 去年也有来 真的喔 对啊 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 很不错啊 很不错啊 对啊 如果想要把牡丹莲带回家欣赏 地主还会特地挑选 海能绽放多甜的花朵 让游客带回相当贴心 还有莲花茶 以及现场拨的新鲜莲子 让莲花的经济价值 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金山区的牡丹莲 花旗将持续到八月 想要赏花 品尝新鲜 友善莲子的民众 现在正是时候 记者 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 给大家看